面向开发者平台 英特尔总部在美国时间10月27号 28号举行Intel Innovation创新大会 也是Intel On系列活动第一场 台湾也以连线方式进行 决心掌基辛格撰写公开信说 市场上有良性的竞争 但生态系统是开放的 将针对旗下OneAPI开放软体进行投资 让开发者能够更容易取得开发资源 广泛跟生态系合作 对这个开放生态系统社群 重新关注与承诺 Intel展现对软体与硬体的开发者优先策略 似乎致敬竞争对手台积电 不出意外创新大会上 第12代Intel Core家族正式登场 被外界视为重大革新 除了首次使用Intel 7制程 技术上采用混合架构 以效能核心 以及可以执行多项工作的效率核心 强化对高效能影像游戏平台进行优化 创新大会聚焦5G AI云端变远运算 近期亮相的Win11首度开放把安卓APP登上微软系统 靠的就是Intel最新技术 在IDN2.0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跟Fungie的部分能够合作 然后透过封装的技术把内部做好的这个晶片跟外部做好的晶片 透过封装的技术把它整合了 尽管Intel今年第三季财报低于预期 全球晶片短缺也让EC业务下滑 执行长基辛格日前喊话 认为最坏情况已经过去 影运表现将逐绩改善 新台证支持建里程维同 台湾台北报道